C.O.2在座所有爸爸們 父親節快樂 新北市政府在父親節前夕 表揚由各機關學校團體 所推薦的58位模範父親代表 再三重舉辦模範父親表揚活動 今年的活動主題是 新北爸爸大聲說愛 邀請爸爸們上台 借機表達說出藏在心裡的愛 只要愛的有夠深 你才會願意犧牲 對家庭 對國家 對教育工作來講 對人類來講 如果說能夠愛的深一點 如果愛的不夠 你就不會想要犧牲 謝謝我們全家的孩子孝順 大家做事業這樣子努力打拚就對了 父兼母子然後對我們家人 女兒都很照顧 然後是很好的爸爸 很樂觀的爸爸 然後很感謝他一路這樣子 陪我們成長長大 上了台該怎麼大聲說愛 同樣身為父親表現卻大有不同 有些爸爸們落落大方 趁機會大聲告白說愛老婆 愛家人 但還是有些 勉強的爸爸們放不開傳統的父親角色 真的不好意思在大家的面前表達愛意 我會感謝我老婆 她最辛苦 從小她家裡做手工之後 帶小孩想大 我的父親他最重視的就是教育 然後鼓勵我們的什麼小孩都要多念點書 那所以說現在他的孫子 每個都可以說有一點點基礎 幾乎都出國留學 有個唸碩士啊 有個在唸博士啊 還有個唸台大醫學院 所以她感到很高興 天下父母心 希望做父親的人 我們都走向模範 使家庭社會國家能夠幸福 使社會活潛 我不知道講什麼 我總覺得做父親的人 要以身作者 要把家庭輪候 家伙萬事行 要以身作者 敢不敢大聲說愛都沒關係 仍然要肯定得獎的模範父親 在工作及家庭上付出心力 同時在社區公益環保 及其他領域上投注心力 為社會付出 透過一個小橋段的安排 以歡樂的心情 共度父親家節 中間新聞065 劉凡剛 三重報導